92岁跟82岁的两位老荣民伙计还很大 疑似为了一位68岁的严姓妇女争风吃醋 上午口角之后两个人居然相互攻击 混乱之中92岁的老荣民被水果刀刺中 伤重不治 而至于82岁的郭姓荣民跟劝嫁的严姓妇女也受伤送医 凶伤案当时在场的三人原本都住在荣民们居住的长春园 严姓妇女在丈夫过世后搬到台南市南门路这里来居住 但可能是因为三角恋情关系 92岁的郭姓荣民上个星期就曾经攻击过82岁的郭姓荣民 中午上午郭姓荣民来找严姓妇女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郭姓荣民在场 两人发生口角进而动了手 就连居中劝嫁的严姓妇女也被波及 警方在现场找到燃血的收音机还有血果刀 老一点的郭姓荣民送医不治 年轻十岁的郭姓荣民因为颅内出血还在急救 至于劝嫁的严姓女子手指断了两根也在医院治疗 是不是真的是争风去处惹的祸 也还要等警方理清 明时新闻台南综合报道